大家好,我是陳赤,歡迎回到另一個頻道 今集我會說如何提升睡房的氣氛 最近我開始幫客人做Starlink 加上次Taple家最開心系列的林太的酒店風格 引起我這段影片 很多人都想把睡房追求高級的感覺 但高級不是一種設計風格 我們要運用一些獨特有意義的手法 把家裡最私密的睡房變得有氣氛 利用這些小技巧提升它的氛圍 第一個建議就是你皮鋪的尺寸 在香港我一直都沒有機會用到這個方法 因為比較小,聽就聽過這個建議很多年 但一直都沒有機會上司 不過我過來英國之後 現在很幸運可以三邊下床 就是你的皮鋪尺寸 應該是比你的床褥大一個尺寸 即是說如果你用Double的床褥 你應該買Queen Size的皮鋪 Queen Size的床褥應該買King Size的皮鋪 因為你的皮鋪比你的床褥大 可以碰到地上 做到一種很溫鬆的感覺 雖然它是Oversize 但是一個好的Oversize 這種做法看起來更加豪華 有一種被淹沒的感覺 有更多想像的空間 給人一種舒適的感覺 就會更加貼近酒店的感覺 這種就真的是酒店了 我自己比較喜歡一些重身的皮鋪 睡覺的時候可以紮住自己 很有被包圍的感覺 很有安全感 睡覺的時候很有安全感 上個月我回香港的時候 我跟了一個朋友去產前玉兒BB班 我問那個護士長說 教我們紮嬰兒 包嬰兒的時候 應該是有這麼實紮到這麼實的 因為嬰兒在媽媽的子宮很緊密 紮得實一點 它就有安全感 我不知道自己還是一個嬰兒 不過太多資訊了 說回皮鋪 如果你想追求一個luxury的感覺 買戴一個尺寸的皮鋪就非常適合你 因為整個感覺出來效果很不同 不過如果你是未必做到三邊落床 或者好像香港的公室比較小的話 又或者你想追求一個荒蕪比較正規的感覺 你都是用同樣的尺寸 皮膚用床褥同樣的尺寸會好些 看看你想追求有什麼感覺 第二個在我的list上面就是光源 我想看得到我這個channel的都應該是成年人 大家都是成年人睡房除了睡覺和休息 還有其他活動的 即是有時候我去到其他人的家庭作客的時候 你們只有一支燈? 究竟我開不開燈? 開了一支燈,那我整間房間就光殘殘 我怕醜 又沒理由摸黑去盲,好嗎? 再說多次,大家都是成年人 我用最赤裸的方法去跟大家分析睡房的燈飾布局 好,如果你有心的話 你應該是有一支床頭燈 或者如果是床頭燈 你可以放到一對的床頭燈 床頭燈應該是一對一模一樣的 我記得之前看過風水師說 如果有一對床頭燈其實是幫助你的恩怨 不知道為什麼說風水 尤其是單身的話 因為你的空間 你已經預備了另一個人去進入你 因為你的空間 你的睡房已經預備了另一個人去進入你 為什麼說那麼醜? 因為你已經歡迎另一個人去進入你的生命 究竟你的床頭燈的功能是什麼? 例如你睡覺前會看書 如果有閱讀功能的話 你就需要選擇一些可以調教角度方便閱讀 還是一些燈色可以做到Mood Light 可以照出你弄好的身段美好的線條 讓你們啪啪啪的時候更加有氣氛? 但怎樣也好 最忌諱的就是一些看到燈泡的燈色 即是會好像重案組審犯 一支大電筒照在你的臉上 好像趙田雞一樣 沒有人會在這個燈光下照得漂亮的 我想在睡房一個這麼私密的空間 大家都會想表現得自己賞心悅目一點 究竟我講這個題目的時候 有多少對夫婦在家對網 我們設置燈? 我自己偏愛一些很尖的燈光 提供到一個很少量的照明 照到地下 我下床的時候不怕撞到東西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佈置燈色的時候 應該是圍繞著我們生活的習慣 你用設計好好運用這個空間 下一個就是質感 加一些質感給它 因為一些重質感的物料 你除了觸摸到它凹凸凸凸的感覺 其實它都會給你一些視覺的質感 即是一些蓬鬆的毛毯 針織的cushion cotton的窗簾 即使你摸不到它 你都會看到它的質感 這些質感會令到視覺空間變得更加有趣 變得更加溫暖更加cozy 在睡房裡我們有很多增加toucher的機會 例如地毯、床鋪、皮鋪、枕頭、cushion、窗簾布 這些都是增加toucher的很好辦法 尤其是如果你用一些比較簡約的風格 又或者近年很流行的 藤製床架、床頭板 甚至整張實木造的床架 包不包補都沒什麼所謂 都可以好好地修飾睡房 記住睡房是用來休息、睡覺和… 如果你想你的睡房變得更加舒適的話 我個人意義就盡量避免一些人造的物料 索膠、blinkblink、閃石等廉價的材料 盡量避免 他們比較適合在家裡的其他地方 辦公室或客廳就比較適合 不過不知道還會有人用blinkblink呢? 反過來我會選擇一些天然材料 木材、石材、陶瓷、很多很多的布藝 棉質、cotton, linen、麻質、羊毛 這些天然材料又豪華又舒服 非常適合睡房 下一個要講的可能會有些爭議 因為會推翻我之前所說的東西 就是我一直以來覺得睡房 是應該用低飽度的顏色 我差點說了中性顏色 但我沒有 因為我不覺得睡房是應該沒有顏色的 顏色是很正的 因為有顏色很開心 所以我說低飽度的顏色 大家擔心了用顏色的原因 可能因為見到一些適合 用一些很大膽鮮艷的顏色去decorate睡房 你喜歡顏色沒有問題 Hot Pink Bright Red Neon Yellow 沒有問題 不過就在其他房裡用 睡房是用來用 是用來休息的 太鮮艷的顏色就不要在這裡用 再說多一次 低飽度的顏色 就是把顏色調淡 例如一些鮮艷的粉色 將它變成淡淡的粉色 或者深色中帶一些粉色 也可以是帶灰色 帶啡色也可以 這些深層的色調 或者淡的色調 都可以令睡房變得更舒服 令你的眼睛更加放鬆 容易入睡 記得睡房是用來休息的地方 沒錯 一些很活動 很飽度 很飽度 很高的顏色 它絕對是一個說明 可以用在家裡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 但就是除了睡房之外 人是貪心的 如果你真的很想很想用高亮度的顏色 將它們帶入睡房 盡情享受顏色帶給你的刺激的話 我自己就會用在柔軟的顏色上 頂多都是床單被鋪或是燈色 因為它們可以換 你不同的長身、櫃 你沒有理由剪掉 再換過顏色 各位施主 記得放過別人 放過自己的眼睛 今天留一線 他朝好相見 希望你們的眼睛有一個很好的休息機會 記得記得調整顏色 當然如果你喜歡黑白灰米白色 這些中性的顏色沒有問題 它們是安全的顏色 無論如何都不會出錯 不過我想說 全屋都是用同一顏色的衣服 例如早兩年 2023年 Kim Kardashian 和 AD 出了一個 關於他的家 全屋都是碑 全屋都是米白色 有質感的皮膚 米白色就等於高級優雅 我自己就不買了 我覺得奶油色的衣服 是有影響力的 但這個 trend可以流行多久 我自己就有點保留了 我覺得這個 trend 就像鐘擺一樣 拼來拼去 如果這個 trend過了之後 你怎麼辦呢 而且我不覺得 在一個 monotone的環境 會帶給人快樂 即是一個沒有顏色的家 我自己就會很容易 下一個要說的是 保持整潔 為什麼我要說這件事 又不是你們父母 不是大家都知道 我是不是真的要跟大家說 保持整潔 當然要 不然我會看到那些 阿加利加修納架 在你們家裡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大家會用阿加利加修納架 明明是想收納好些東西 想隱藏好些東西 但是阿加利加透明 我就看到裡面的雜物 但是你想收納一些東西 但是又看到一些雜物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對於某些人來說 那些可能很實用的 你的睡房可能有很多東西 有化妝品 Skin Care 香水版 甚至手飾 都會放在睡房 但是大家想整理這些東西 就應該好好安放這些物件 不要用一些透明的膠箱 尤其是無印的那些 就千萬不要 因為它們完全沒有裝飾功能 因為我們要收納 應該收納它 看不到的 透明見光又怎麼辦 就不要再用阿加利加修納架 好嗎 謝謝 無論如何 我們要保持睡房 井井有條 將你不用的東西拿開 不要把床頭櫃塞得太滿 為什麼會有40樣東西在床頭架上 有書 有雜誌 有化妝品 有Skin Care 我不猜測大家的床頭架有什麼 還有一些沒用的東西 就收起來 放在櫃桶 收回到層架上 用的時候才拿出來 桌面有地方不一定要把它塞爆 你的化妝桌、書桌、床頭架上 可能不只需要一副眼鏡 一杯水、一本書 我已經覺得很優雅 還有什麼呢 床頭燈已經足夠填滿你的桌面空間 不要overcrown你原本有的桌面空間 還有什麼呢 可能是充電器 這些就是生活必需品 將必需要的東西可以放出來 但不要放太多東西出來 保持睡房整潔 把你的電腦椅、床尾那堆衣服 收回入櫃裡面 我不是你媽媽 不知道為什麼要說這些 但很明顯你們需要收回衣服 還有那些開放式的衣架 很便宜 買回來可以掛到很多衣服 那些 我們不需要這件事 我們那個是睡房 不是兔鐵 不是時裝店 我也不相信大家不會塞爆那個衣架 不可能做到時裝店 每一件衣服有區間地展示衣服 如果真的不夠位的話 大家千萬不要放棄床下底的空間 我自己也放了很多膠箱在床下底 是一個很大的收納空間 把所有衣服的衣櫃 放回到你的衣櫃 放回到你的櫃桶 就算我介紹幾多幾漂亮的設計 幾漂亮的床單 用什麼燈聲去點住你們的家 如果你整個屋都是六七八糟 那裡有一堆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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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可以幫到你們 還有一堆衣服 這個不在我的名單上 但我都要講的 就是清潔一下你們的房間 我們不是野獸 定時定後換一下你們的床單 有職就記得換掉它 這些是基本來的 之前有一個報道說 英國的單身男人 每四個月才換一次床單 2 那怎樣約人啪啪啪呢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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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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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